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台中市为台湾第二大都市消费人口众多 而云林县为农业生产大县农业产值居关 云林县政府今日到台中市行销金标章绿标章农产品 副市长张光尧特地前往站台 并表示未来花博期间将推出花博餐 采用台中及云林在地食材 透过两县市合作 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也增加农民收益 云林农民带着自家产品 在台中市镇大楼前广场展示 并提供市吃清新温泉饭店 主厨也使用金绿标章农鱼产品 烹调出各式料理 云林县政府秘书长黄玉霜表示 云林县农鱼鱼产值超过770亿元 占全国总产值17% 为全国第一县府致力推广 安全农特产品推出金绿标章农鱼产 产安全认证其中金标章是指农作物 为使用药物畜产及水产养殖 为使用含药饲料添加饲养 绿标章则是合理使用药物的农 畜及水产养殖户 目前取得金标章的有75户 绿标章132户产品每月筹验 强化消费者对这种农产品的信心 台中市副市长张光尧指出 台中花博将在11月开幕 市府计划邀请100位主厨推出花博餐 食材出采用台中在地农特产 也会有云林的农特产品 希望让参观花博的人都能品尝 到底的在地美味 消费者吃的安心 也增加农民收 亿